大家同學的問題,就是VBA點加不加都沒關係 第二個的話,這個Function會有Return值 預設值,它裡面一定是等於0 OK,等於0 如果說你不把它加一個這個的話,它就是等於0 那Function,這個Sub它反正沒有跑到這邊的話 裡面儲存個裡面就是空的 OK,大概是這樣啦 那這個是同學,除了YouTube上面有同學問之外 剛剛有同學下課的時候也跑來問 OK,這個其實還蠻好的問題 那另外細節部分的話,影片這邊其實都有啦 我發現大家觀看這數字其實還蠻高的 其實還蠻認真的 然後再來的話,上個禮拜我們大概上課的內容 主要就是有5個Section 那最後的話有3個延伸練習題 也就是請各位回去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包含就是什麼 包含就是那個住宅切到點的這個相關的資訊 那其實這邊有一個蠻靈活的題目啊 這個是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下載點,點擊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進到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 也就是說呢,除了住宅切到點的這個部分 資料的那個部分之外的話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相關資料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那個台北市的這個資料大平台裡面去找找看 那利用這些資料的話,我們可以做出很多的分析 包含什麼呢?台北市的哪一些區 哪一個區是算是治安最差的 那當然我們可以假設啦,我需要做出類似像這樣 那你可以看出來,當然以剛剛那個資料的話 中山區應該是切到案件最多的 其次的話呢是40 那最好的就是信義區 可以從這個資料裡面可以得到 但問題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快速呢? 把這個視覺化的結果給做出來 其實這個只是用一個樞紐分析表就可以做完了 其實非常簡單,不用寫任何程式 但前提你可能需要會用到 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還有樞紐分析圖 就可以有視覺化的結果了,OK 那另外的話呢 哪一條路上的切到案件最多 不過這一題的話呢,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你可能要先把什麼那一條 就是說呢,把地址裡面的路 還有街還有道,要分別把它獨立出來 你才有辦法去計算喔,否則沒辦法計算 然後另外的話呢,什麼時間發生切到案件最多 諸如此類的話呢 那這個地方呢,該怎麼做 也許回去可以先試試看吧 除了這個住宅切到案件之外 其實你們大家也可以搜尋一下 在首頁的地方資料大平台 你可以搜尋一下 那其實切到方面的話有沒有 還有自行車 哪個地方,如果你們自己有騎腳踏車的話 放哪裡最容易被偷 沒有,沒有,OK 那當然理論上會不會偷是 那個自行車那個地方一定是最 出現這個機率最高的 好像台大附近應該 應該最多吧 所以那邊我想應該切到案件也最高吧 然後是什麼,哪裡 四大路不可能吧,溫州街嗎 還是哪 反正你們可以找找看啦 這裡面都有答案 那哪邊的汽車最容易被偷 汽車容易被偷 應該是比較暗的地方吧 然後小偷喜歡偷 我不知道啦 反正這地方上面都有答案 哪個地方機車 如果你是有機車的話 哪一條路上機車最容易被偷 OK,這上面其實都有答案哦 OK,所以你們可以從這裡面找找看 那除了這些資料之外的話 其實那個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 提供了非常多的資料 資料目錄裡面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用那個格式的方式去找 像CSV 直接跟Excel可以直接拿來用 因為CSV 它預設就用Excel來開 那另外的話還有Excel 所以這些其實都可以直接取用的 那這個其實也是所謂的開放資料啦 或者叫網路爬重 像很多網路爬重會把資料放網路上面 都會放這些比較常見的 像CSV 像Excel嘛 另外還有Excel 另外還有像Jetson OK,那你要怎麼處理啦 這個我想也是延伸的思考的方向題目 OK,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有跟各位提一下 那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什麼呢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中間要頓號的 有沒有 另外還有 就是Google的這個分割 這個我想回去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因為這個有點難度 裡面的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邏輯判斷部分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會先再來看邏輯函數怎麼用 然後相關的問題 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這個邏輯函數的範例題 打開之後的話 當然這個邏輯很簡單 第一個綜合判斷 綜合評定的話 第一個 我要怎麼判斷說 依然這一欄裡面呢 這一個人呢 他到底是合格還是不合格 當然不是用眼睛看 而是說如果他的成績是大於60分的話 那我就把合格輸出到這邊來 那如果 小於60分的話呢 那就把不合格輸出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要該 該怎麼做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用 用 插入函數嘛 用if 這邊有if 或者你用邏輯啦 邏輯這裡面也有那個 一個if OK 那if什麼呢 這個條件如果 大於 等於 60的話 那我就輸出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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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if true的話呢 那我當然輸出 合格 合格兩次 反之的話呢 那我就輸出 不合格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它不合格 底下就不合格 OK 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最基本 就是使用if 來做一個判斷的方法 不過呢 當然我們的需求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後面的話 請你在居欄的地方 輸入一個欄位名稱 叫多重好了 什麼叫多重 OK 意思是說 我的成績 假如條件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呢 不要用合格不合格 二分法 而是用什麼 用A B C D 來做 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呢 如果它的成績 大於等於 80分的話 那你就輸出 A 如果它的成績 大於等於 70分的話 那就是B 那大於等於60分的話 那就是C 不及格的話 就D 那當然喔 這個地方喔 我們並不是要怎麼樣 做那個 用土法煉鋼來做啦 而是希望怎麼樣 用一個公式 或者用VBA來做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要該怎麼完成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在這邊多一個居欄 居欄名稱叫多重 然後呢 按照如果我剛剛的規則喔 A B C D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我該怎麼樣喔 把這邊的公式產生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如果說我想要用VBA來完成的話 那要該怎麼做 OK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開啟這個邏輯函數部分 那特別主要 這個地方主要會介紹就是說 當你有一些條件 有一些邏輯喔 你要下條件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該如何用那個IF 來幫你完成 那前面的話 合格不合格是二分 二分比較多啦 就是 True跟False 但是如果不是只有 單單True跟False 而是呢 可能喔 還有什麼 這個True跟False 中間還有很多 比如說A B C D 可能不只是 只是合格不合格的問題而已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喔 假設喔 大於等於80的話是A 那再來往下的話 就大於等於70的話是B 大於等於60就C 不及格就D的話 那這個地方喔 我該如何利用什麼 利用函數 或者說我用VBA 那我該如何完成 像這邊的練習題喔 請各位先試著把 這邊的函數練習先稍微開啟 試試看喔 那另外的話呢 那個台北市的那個 資料大平台喔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把它逛一逛 或許之後的話 我們這個 可能會給各位一些題目喔 做一些報告喔 就是我如果假設 我要得到一個答案 那當然你們學習這些 像那個E-Sale的函數啦 或者是E-Sale的VBA啦 或E-Sale的制定函數 那主要的用途喔 當然就是快速可以幫我們 完成一些我們想看到的結果 那有助於我們將來做一些決策嘛 比如說你明明知道 那個住宅區喔 切大案件最多 那你當然你就盡量避開嘛 OK喔 也就是說盡量呢 可以得到一些資料喔 然後盡量呢 避開那些可能比較不好的東西 不好的地方喔 或者是說一些 這個這個決策喔 那當然呢 相對你也比較不容易喔 這個做這個不好的決定喔 而產生不好的結果 OK喔 所以這地方呢 該怎麼做喔 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我講的 邏輯函數這一個練習底線打開喔 試試看喔